大连足球距离不兴之路只差一步,半路杀出各州杰伦成了篮路虎先是1比0主场小胜不可一世的上海上岗,然后又是3比0复仇广州复利,大连一方自从开赛也来,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首个连胜,尽管对有其他球队来说这仅仅是一小步的进步,但对于大连来讲,却堪比一大步,就连比在现场仅说。 在看到大连形如流水的进攻时,都禁不住想起曾经那只无敌天下的大连万达,或许,大连一方就此走上复兴之路也说不定呀,不过正当大连球队沉浸在幸福当中时,曾经的裹脚,现在大连一方的主心谷周挺却在媒体上发起了牢骚,吐槽作为中国屈指可数的足球城市,竟然还要为场地问题而去纠结, 实在是太低级了,其实,大连主场草坪一直都存在问题,在一方连胜之后,这样的问题也随之被放大化,如果说这是对手对于输球所找的借口的话,还算情有可原, 但连自己球员都忍不住出面涂苦水,草坪的问题就真的不能一笔带过了,就如周挺虽说的一样,大连主场草坪除了表面看上去不错,基本就是几步一个坑, 这种情况对于场上奔跑的球员来说,形容是雷区也不为过,那么,究竟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现象呢? 追本溯源,这口大锅不得不由周董周杰伦来背,早在七月中旬时,周杰伦曾在大连连续举办两场演唱会, 军在大连中心体育场举办,演唱会之后的狼,极现象清晰可见,尽管运用手段,能够使草坪看上去完好如初,但基本也只是看上去而已,很多草已经被连根拔起,甚至在草坪之下留下肉眼不可见的土坑,试想,在这样的场地上踢球,球员能有权杆吗? 再往回追溯的话,五月份一方与恒大的比赛,也因为演唱会的缘故,被迫提前开赛,而那时举行演唱会的明星,是林俊杰,其实,对于大连球尼来说,他们关心可能不只是草坪这么简单的事情, 大连作为一座足球城市,曾经拥有过属于它的辉煌历史,尤其是那三座醒目的足球建筑物, 时刻提醒着大连球尼他们存在的意义所在,现在,大连足球回来了,可曾经上下其心,为足球的那股精神却没有回来, 但是我相信,随着大连足球的复兴,这股精神也会慢慢回来的,最后,我要代表全中国球队,说一声谢谢, 感谢大连对中国足球做出的贡献,也谢谢你们还能够一如既往地热爱着中国足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